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經歷 另外一個人說我飄著飄著 去到一個發光的山 閃著閃著很漂亮的 很多人有這樣的經歷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天堂 你所見到這個就是天堂 那個也是一個驚徒 他看到天堂有發光的很漂亮的山 很遠路看到這個天堂 然後他回頭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看到耶穌 我們中間也有人祈禱見到耶穌 看到神 睡覺見到神 真是耶穌會來到我們身上 但我們不要說 為何他有我沒有 我都沒有 所以不一定是誰有的 有些人神會給你的恩賜 總之祈禱神會繼續給你 你就不要說為何人有我沒有 也不要說他祈禱那麼容易經歷神 為何我不可以 只要你的心願意的時候 你都可以經歷神的幫助 你不開心你沒有力 你就嘗試看聖經祈禱 你就發覺有力量 神一定給你有足夠恩賜 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那你就會有人見到異象 我不是看到的 但我心裡面有異象 就很想帶去這個地區的復興 叫這個地區的人更加愛耶穌 不是只信耶穌 是真的去傳良福音 去多親近神 多讚美神的 那我也都祈求神會使用你們 將各人恩賜給你們 你們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的 神一定會給你的 第十八節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囂貴我的伯仁和士律 他們就要說預言 很多他的伯仁和士律要說預言 說出神要在他們身上做的工作 我就沒有這個預言的恩賜 但是我在解經上 我就很快 神給我這個意念 很多人都試過 他找了一個很難的經文 他給我 我馬上會告訴他 怎麼說 他說 這個經文好像看起來 好像很難去解釋 但是神的靈就會跟你說話 他會告訴你怎麼做 我也有很多經歷 神好像 在某個時候去那個地方 而發覺是有個人在 可以有機會跟他傳呼 或者是見到一個以前認識的人 而很多時候是不可能見到的 但是神會為我預備 叫我能夠去影響那些人 神都會為你預備 神會用你 叫你有這個能力 知道神的聲音 第十九節 他就說到 這個初期教會沒有發生 但是活世會發生 有什麼事發生 第十九節一節 在天上我要顯出歧視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這個就是活世的時候 那些神跡 歧視在哪裡有 天上地下都會有 這是世界末期最後的時期 我現在看到有很多災難 但是將來會看到有歧視神跡 但是你要分辨 因為魔鬼都會行假的神跡 那些就不是叫人信耶穌 是叫人離開神的 但是真神也會有天上地下的神跡 這個是世界末期 第二十節 就說到日頭變黑 熱量變血 這個是最後期 就是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還未到以前 這個是什麼日子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之前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先兆 然後最後 日頭要變黑 然後要變紅 在這個末世時期 聖靈就會挑灌在地上 初期教會也有 在末世時也有 香港在1996年左右 就有一次大的復興 就引起很大的改變 在幾年之間 是很大的改變 就是當時有莊爾西傑牧師 一個中國的牧師去到香港 他本來只是領少許的聚會 誰不知當他領的時候 很多人就經歷聖靈 接著就叫他留了四十幾天 在那四十幾天 聖靈就很大臨在在 那些官民信牧師 楊天恩牧師 他們後來 官民信牧師也都去 去為 Rionhart Bonkey 不是 講受了 是Howard Brown Rodney Howard Brown 領序會的時候 他為他翻譯 Royard Howard Brown 就問他 你願不願意 在香港大一復興 那他就說願意 當願意的時候 他做完了 他為那些人按手祈禱 他發覺那些人 即時經歷神的能力 但是他自己經歷不多 他就去菲律賓 去找David Summers 他還講他的經歷 他當心老 身上沒有錢 他只有沒有那些錢 只有credit card 那他就用credit card 去了剛剛 走了很遠路 很頸殼 找到一個飲水機 就放了一個卡楼 用credit card來買了汽水 後來他找到David Summers 很多次幫他 後來我們很多次去David Summers 教會 在David Summers 我經歷聖靈很大 曾經有兩年 兩次我們去的時候 David Summers 叫我出來 因為 潰民雪牧師介紹我以前是盧德惠牧師 現在經歷聖靈充滿 他就特別 就是恩待我 當我出來的時候 走到他之前 那麼遠 當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盧德惠牧師 當我一說的時候 神的喜樂就已經充滿我 然後我就馬上被聖靈充滿 倒在地上 神的靈在我身上 然後他就叫牧師出來為我按手 在他整個聖會中 按手 曾經有一次 有一個牧師按手 自己又跌低了在神的能力 他坐在那裡 然後第二個接觸 到我完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走到一個 我們已經全部聖會完了 整個聖會由頭到尾 我就躺在那裡 他就一直為我祈禱 一路聖靈充滿 然後完的時候 我過來 我們一群人都坐在那裡 我就看到第一個在那裡 正在一路祈禱 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我的心就是想祝福他 就碰一碰他 碰一碰他 他就很大聲 喊到整個教堂都聽到我 真的很尷尬 全個教堂 全部轉頭過來看我 我就完全沒有想有這個心意 但是他就告訴我 他就告訴我 他就告訴我 很大的能力在我身上 在香港這個浪潮 潘文雪牧師 和尤之恩牧師 還有其他人 在香港一次一次大力聚會 我自己1998年的時候 這個 卡羅斯尼康尼 在阿根廷去到香港的時候 神的靈經歷在我身上 很大的能力 亦都很多人經歷到聖靈 所以現在香港的氣氛很不同 很不同 很多人真的 他們對神的心很熱切 也有信心為人祈禱 我祈求的就是 聖靈臨到我身上 大大的更新 但是首先 我們自己要肯付出代價 這個小小的代價 不要玩這麼多遊戲機 像那些喝酒 你知道那些戒酒的人 他要呈現一樣 他說我在酒之前 我是沒有能力的 當我喝一口酒 那些人戒酒人 喝一口酒 他就立刻要喝下去 他就會即時 可能有幾個月幾年 都在這個酒癮之內 又要再戒過 很多人喝酒 就是一喝一口 他喝過酒 再喝一口 他又上了人 你等遊戲機的時候 一開始一玩 接著可能立刻 你就好像停不了 或者看電視 經常看那些 很多連續劇 一看第一集 你就好像停不了 就變成你的時間 給了那些東西 就不是去祈禱 不是去做你應該做的事 當你肯祈禱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每天有祈禱會 有五六個小時 我自己都站 我自己祈禱兩三個小時 一直專心祈禱 親近神 神的靈真的很大臨在 很大的祝福 我祈求的就是 聖靈在這個地方 更新我們 你說耶穌幫我 給我力量 我們怎樣可以 有力量 如何 第一 就是深信沒有親近神 你一定不會 burn out 你一定會沒有力量 你不行 因為人是有罪的 人一定會疏遠神的 這是必然的 你發覺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不親近神 就一定沒有力量 你一定會懷疑神 一定會離開神 所以你要第一 相信 你不親近神 一定沒有力量 親近神才有力量 他說聖音十五章五節 我們讀那裡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我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你離開耶穌 你就做不到 你就沒有能力 所以一定 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是常在女裏面 相信 唯有親近神才有力量 第二 就是要悔改神 我以往疏遠離 我懶惰 是我的過錯 因為我沒有親近你 去悔改 去認罪 看聖經 聖經是有 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你都是聽聖經 一個很容易的方法 你將它放在電腦 你坐在那裡 一路整天過著過著 你就會聖經 進入了你的腦 是看聖經 親近神 讚美神的仇 不要計較有沒有感受 有時候 本來有感受是補號 你知道嗎 很多教徒是不知道 祈禱可以經歷神的 他們不知道這件事 他們只是說了 我告訴神 他們經常都說 我求了神 他們反而沒有計較 有沒有感覺過 但我們就說 你經歷神 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他們經常都說 哎呀 我在教頭 祈禱很平安 我回到家裡又沒有 即是 變成我們被這件事影響了 所以不要計較 有沒有感覺都照做 你做一做一做 你就會發覺神 每次都來的 當你投入的時候 動作 幫助 pall 乘 收 pictures 用 拜拜 喔 感谢观看